三藏教典 佛陀教你的三大部分 佛陀已经过世了 但是那些他当年毫无保留地 传给人间的教界 至今仍然完好的存在在世间 虽然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但是一些却越的大弟子们 以优越的记忆 一代一代口传下来 当佛陀入灭之后 很快地由五百位上座大弟子们 举行编辞会议 重复讲出佛陀曾经讲过的教义 可敬的阿难陀专者 他是一位被佛陀宠爱 以上上半随着佛陀听法的大弟子 由他重出法藏 另外由邮波尼尊者 重出了栗藏 三藏教典 是由参与结集会议的 诸位长老上座门 偏选而成的 当虔诚信仰佛教的 深哈罗国王 雅太加尔尼阿巴雅执政的时候 大约在西元前80年 石兰佛教历史中 是第一次以文字记录了下来 三藏是包含佛陀教义的精华 估计有圣经的十一倍之多 佛经和圣经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那就是前者并不像后者 那样慢慢地发展出来的 三藏包含佛陀研究的三大部分 即是栗藏、经藏和论藏 栗藏是讲比优和比优尼生活的戒律 它是详细地说明 栗法渐进发展 它也是解释佛陀的生活和教化 间接地 显露了一些有关古代印度历史的 蜂杂、艺术、科学等有价值的史料 自从佛陀正午后 近二十年里面 没有定定任何有关维持争团的戒律 后来种种事情发生了 佛陀就发布了 增重的戒律 这一类律 包括了以下五部律 即是 一 经分别一 二 经分别二 三 大品 四 小品 五 付随 经葬 主要包括了佛陀在很多场合 讲述的主要讲义 也都包括了一些佛陀大弟子们 例如衰菩提、阿难 和穆建连等人所讲说的讲义 这如同一本讲法规的书 要实现这些教戒 就必须善巧的解说 以适应不同环境 和各式各样不同性情的人 也许表面上是矛盾的说词 但是绝不能误解 这些是佛陀 为达到特殊的目的 而做的应机说法 举例说 对同一个问题 他宁可保持沉默 如果问的人 仅仅是愚蠢地 在找问题 他都可能给予详细的解答 当他知道 这一个发问者 是一个热心的追求者 京壮分为五大步 即是一 长步 二 中步 三 相应步 四 增之步 五 小步 这五步 有分为十五种经 一 小重经 二 法句经 三 字说经 四 如是语经 五 经集 六 天公事经 七 饿鬼事经 八 掌老解经 九 掌老尼解经 十 本生经 十一 意识 十二 无外解道 十三 譬如经 十四 佛总圣经 十五 所行状经 阿比达摩 对一个深思的人来说 是最重要而有趣的 其中 具有佛教最高的哲学 和在经状中所禅识 和简单的教说 刚好是一个对比 经状中可以发现问题 每每归咎到个人 众生 但是 在阿比达摩中 不同这些传统的名目 我们将会遇到一些探究生命本质的名相 例如醉合 心 物 等名词 在经状中 发现是普通的教说 但是在论状中 发现为应解说的法义 在论状中 每一件事都加以详细分析和说明 被称为分析的意学 在论状中 例举了四种有关生命终极的名词 例如色法 心法 心所法 和涅槃法 对众生 它有具世无为的分析 对有关部门都有详细的说明 最后 它更将所有有关达成终极目标的方法和细节 解释得很清楚 论状 主要目的是 了解诸法实相 一个人 了解论状道理 它就绝不会是一个浮光略影的人 而是能够深入法义的人 具有阿比达摩知识的人 大多为解释法义的人所承认 它是了解到佛陀教义的人 阿比达摩藏 由以下的论部所组成 1. 发集论 2. 分别论 3. 论事 4. 人思切论 5. 戒论 6. 商论 7. 发趣论 按照另一分类 佛陀自己说 有九分教 即是 1. 收多罗 2. 止夜 3. 记说 4. 加陀 5. 自说 6. 本事 7. 本生谈 8. 未曾有 9. 方广 即是彼陀罗 1. 收多罗 他的体财有短、中、长的经文 这些是佛陀在各种场合亲口所宣说的 例如门家罗经所说祈祷的事 及讨论珠宝的事 在密达经中 在密达经中 讨论到欢喜所做的事情等等 按照解释 全部的律葬都包括了这一部分 2. 止夜 其中混合了解释 例如相应部中的Sagaharaga经 3. 记说 即是广分别 整个分别阿比达玛中 是不用解经解说的 除了其余八部中 应该是都已经包括在这一部分里面了 4. 加陀 包含了法据经的解纵 长老解 长老尼解 这些独立的解纵 不羞涉于经状中 5. 字说 是敢语语 其中一部分是在小部经中 6. 本事 有110经之多 每一部经 开始都有文如是的句语 其中十五分之一 属于小部经中 7. 本生谈 述及佛陀过去多生中 547个转生的故事 8. 未曾有 有关解说三宝中甚稀有的事 例如中阿含123经中的 《稀有未曾发经》 9. 方广 这些是得起悦的教说 例如中阿含第四十三经 和四十四经 《彼陀罗大经》 乃至中阿含第九的《正见经》等 这些是答复请问问题者 获得发起愉悦的教说 至少阿含第四十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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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二年